我們都不太要求 然後有一次鬥回來就說 幫我考六分的時候 怎麼要 怎麼會 拆也拆個二十分 怎麼會只有六分 我聽說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今天 是不是我以為人誕生的日子是不是 不敢不敢不敢 是您的 二十六歲生日 對 各位 桃子姐今天二十六歲了 就謝謝我的家人還有朋友們 都在這個 臉書啊這樣祝我生日快樂 然後家人是一人寫一張卡片 只是我兒子的卡片有點像是抱怨文 他就會說媽謝謝你陪我做功課 雖然我有時候會回嘴 那是因為我壓力很大 我最近功課很多 然後很多考卷要寫 我又不希望自己考在七十分以下 所以我能了解我的壓力嗎 我心裡想說 他兒子的壓力為什麼那麼大 他自己的自覺吧 因為有時候他回來會騙我 比如說媽我考五十三 我說我不是複習過嗎 騙的啦 七十三 然後我就說那不錯啊 我說那可是媽媽幫你看一下 就是哪裡不會這樣子 然後我女兒 她的數學是英文課本 所以比如說媽這題我就 你先翻譯一下題目好不好 因為全部什麼都是英文 你看題目都看不懂 我就在偷拿課本 哪裡有問題 數學我待會兒問你 我說數學課本給我看一下 然後就趕快拿來 先偷看這樣子 對…有時候還要看 測驗去後面的答案 原來是這樣做 然後再幫你去這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父母真的很辛苦 我們都不太要求 就覺得我只有一個標準就是 請你負責 然後所以他說其實真的沒關係 我說嗯 然後有一次鬥回來就說 幫我考六分的時候 我整個要 然後我老公你知道 杯子差點都要摔下去 我們兩個就靜默了兩秒 想怎麼辦 六分 怎麼會 差也差一個二十分 怎麼會只有六分 然後鬥就說滿分是八分 他們就是會數學 對啊差一點 所以平常要練一下身體 不然心臟會衰弱 太恐怖了 哎呀就一直很擔心啊 因為狀況就聽起來不是太好嘛 然後但是 就是他家人真的很辛苦啦 那我是比較 常聯絡的是小琪這邊 他的老婆小孩 一直都還是很關心他啦 一定都是很關心 因為畢竟是爸爸 對啊 不會不關心嘛 所以你有覺得 然後他前面又在哪裡 嗯 我覺得家人難免會有一些 一些 誤會吧 對啊 角度的不同嘛 我覺得那個 那個 心裡面那個感情 一定都還是在的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爹 這也是RAW第一次參加戶外的PARTY 我們將會為當天 特別準備神祕的餐點 11月7號 台北101水舞房場見 其實我們真的很多人 有限的 人都可以 帶到雞鑽 那邊